今天我们要开始真正的来解一个文方程 这个文方程它解的方式 大家就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直接应用我们上次的概念 我们上次概念是这样 假设你有个文方程 我们大家看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个linear OK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它可能是这样子 OK 我们先讲7 我们genius的好了 那么它一定会有个解 a solution 我们应该说a general solution y of x 但是假设y of x 我们以前是怎么来做的 我们都知道 假设在这个范围之内 p跟q本身 在某一个interval里面都是连续的的话 那我们一定找得到一个唯一的解 既然是唯一的解 我们以前的做法就是去猜 它长什么样子 猜得很类似 你就很容易解出来 解出来的答案 因为是唯一的嘛 所以就不可能有第二个可能性啊 那我们就把它当作我们的解了 假设你猜不出来怎么办 我们上次就说 那很简单 管你的任何一个方选 我都可以对它做展开来 也就是说它可以变成一个展开式 打个简单的比方 比如说 它都可以写成这样子 比如说 它都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一个密极数 只要这个极数收敛 等于它 那这个解决相当于解出来 所以现在就变成说 我们当初的问题是 y of x 等于什么东西 那么现在在这个假设下面 它就进化成说 c n 等于什么东西 你从一个问题变成无穷多个问题 对不对 听起来好像至早没去一样 但有的时候 有些时候怎么样 自知死地而后 怎么样 而后生 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发觉 有它的好处在 因为你没有第二条路 你只好试试看啊 对不对 那我们就试试看 看看应该要怎么样 所以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绍一个 Legender Equation 好 假设我们一个Legender Differential Equation OK OK 我们今天就试试看 今天有这个Equation 各位看看 这个Equation 跟前面学的Equation 有没有什么差别 有哦 第一个 我们有学过个很类似的Equation 之前写的Uler Couch Equation 记不记得 它是怎么样 它是这样子的 我先写在这边 当个对照 我们是 我们是这个地方呢 有X平方 对不对 再加上 这个是X 对不对 再加上 这个是没有 这个就是一个系数嘛 我们还能够乘上什么系数 UlerCouch 还能够乘上什么系数 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我们那个时候 Try 一个答案 我们Try什么 对 我们那个时候Try 就是X的M四方 我们就是Try这个 那你看 这个跟上面这个很像 你看看 Y的两四方微分 这个前面X平方 这个只不过 多增加个 E减X而已嘛 对不对 这个是X 它也是X啊 只不过前面 它多乘一个-2而已嘛 这个前面是1 那这个上面呢 是N乘上N加1 N是什么 N属于实数 OK 所以现在一来 我们就要从这边开始 假设是这样子 那我们怎么来解 很明显的 你单单这样Try 不太容易 但是就像我们 刚刚这边讲的 假设你不晓得 应该怎么做 起码我知道 我可以把它展开来 展开来之后 我只要求的 每一个系数 就相当于 我就知道 这个是什么极数啦 那它的解 就应该知道 对不对 假设是很熟悉的 Sign Cosign Exponential Log 那些你都知道了 你就可以转换成 你所熟悉的 不熟悉 就维持这个 Series的Sum而已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 我们就用个 非常类似的 因为你看 这个密极数 跟这个XM 还不是一样 只是这个只是一项 这个有N项而已 所以我们就开始 来测试一个东西 我们就怎么样 Let Y of X 这是我们答案 它可以写成什么 也是X的M次方 只不过呢 我们是个技术 我们写成这样 我们以前 Try这个之后 我们怎么知道 它对不对 或者什么样的格式 我们是不是又把它 丢回去 对不对 以前我们Try这个时候 位置数是M嘛 我们就把它丢回 原来的Equation 因为它有吻合Equation 所以同样 我们假设这个是解 它就可以写成 这样子的展开来 我们把这整个丢进去 就是了嘛 好 那这里面呢 我把一个 位置数啊 写下来 用蓝色 好那这样 我们大概知道了 那现在我们要做的 也是一样 把它丢进去 丢到Equation 外里面去 然后配配看 最后看看 能不能从这里面 得出来 每个C 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好 我们开始丢 因为这边有一阶微分 两阶微分 我们先做一阶微分 假设它只是个常数 它不是变数 那么这个微分就很简单 只要为X就好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一微下来 一定是M 乘上CM 乘上X的 M减E次方 但因为呢 这个Summation 在这个时候的状态下面 我们希望后面 都是从0开始的 所以基本上 这边就是Summation M等于E 到无穷大 我把这个E 用黄色来highlight一下 再来再位一次 那这边M乘上 M减E 乘上CM 乘上X的 M减2 那这边是Summation M等于2 变成这个样子 OK 这个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 通了吗 丢进去了 OK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下面 为了简化起见 我先做个 变数变化 我先假设K呢 先把它定义成 N乘上N加E 也就这个呢 把它写成K 这样比较简单 到时候K是什么东西 我们再把它转换回来 就是了 好 我们先把它丢进去 第一个呢 是E 减X平方 这个没有变 乘上Y的Double Plung Summation M等于2 到无穷大 M乘上M减1 乘上X的M减2 剪掉 两倍的X 乘上Y Plan YPlan 等于Summation M等于1 到无穷大 C M乘上CM X等 M减1 次方 哦 这个CM 忘掉了 少抄了 好 那这个结束之后 再加上K 乘上Y Y就是Summation M等于0 到无穷大 CM X的M次方 最后一定要等于0 因为Equation1 是等于0的 OK 好 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现在我们就 一个一个来看看哦 X0次方 哪边有X0次方 这边有X0次方 M等于0的时候 这边有X0次方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这整个4次 你一定可以整理成 一个Pow Series 第一项是X0次方 第二项X1次方 第三项X平方 第四项X3次方 意思到无穷多 之后等于0 假设在这种状况下面 一定要成立 那一定是每一个项的 前面系数 一定要等于0 你没有第二招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整理一下 X等于0的 那边有K 这边有没有X等于0 有啊 你看2带进去 2次方也是X的0次方 所以这边有一项 X等于0 不过做这个之前 你看看 这边还可以分成两项 是不是 所以我先用手写一下 这分成两项 第一项就是 summentional M 等于2到无穷大的M 乘上M 减1的CM的X的M减2 第二项是这个 负的M等于2分之无穷大 M乘上M减1CM 这个X的平方一进来就变成X的M次方 对不对 所以前面两项 这一项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再把后面两项叠上来 好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X的0次方 真没有X的0次方 因为M减2 它最小是M等于2 所以记住 每一个地方的M 好像都是同样的M 但事实上 这个summention 只对这个里面有效 你不要apply到后面 这里面的M 由前面这个summention来control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请大家要记住 所以当M等于2的时候 这边会有X等于0次方 M等于2 2 乘上2减1 乘上C2 这是它X0次方的 哪边还有X0次方 这个 0次方就是K乘上C0 X的0次方 好 哪边有X1次方 它有X1次方 因为当M等于3的时候 就是X1次方 对不对 M等于3的时候 X1次方 好 M等于3的时候 我等于3 乘上3 减1 乘上C3 哪边还有X1次方 哎呦 这边也有0 是不是 这边也有0 我刚刚怎么没有弄到呢 所以我前面应该还要再修正一下 是不是 还要再修正一下 来来来来 我们按照顺序 这样比较不要问题 这个是X等于0 X0次方 M等于1的时候也有 M等于1的时候就减掉 2X 也没有 因为X可以沉进去 就变成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这样没有错 这边加上K C0 X0次方 好来 X1次方有谁 它M等于3的时候 所以这边是减的 负的 3乘上3减1的C3 不对不对 X等于1 是哪一项 是这一项 它等于3的时候 3乘上3减1的C3 这是第一项 这个有没有 X1次方的 没有 因为M从2开始 所以有没有X1次方的 有 因为M从1开始 所以1的时候就对 减掉2 乘上1 乘上C1 这个也有X1次方啊 就等于M等于1的时候 对不对 好 2次方呢 谁有2次方 2次方是不是比较多了 来我们把它写在这边 2次方就当于第一项 M等于4的时候 这边有X的2次方 等于4 4乘上4减1 C4 还有哪边有 X的平方向呢 这边有 M等于2的时候 就X平方向 M等于2的时候 就减掉2乘上2 就减掉2乘上2 减1的C2 这个也有X等于2次方 当M等于2的时候 等于K乘上4乘上2 X的平方 3次方有没有 有 我们继续下来 3次方 第一个M就等于5 5减2变3 所以5呢 乘上5减1 C5 这个也有X三次方的时候 当M等于3的时候 它就对了 所以加上 减掉 3乘上3减1的C3 这个也有X三次方 当M等于3的时候 减掉2乘上3乘上C3 后面那个也有 再加上K乘上C3 OK 我们这样一路把它加下来 最后 等于0 这边看起来就蛮类似的 对不对 下面都有一定的变化 OK 一定的变化 好 当我们这样做完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觉 当这个很等式要存在 就告诉我们 每一个系数项 统统都要等于 一定要等于0 等于0的时候会有什么样 我们先看看这个 这个C0 这个C2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会得到一个 第一个 2乘上2减1 C2 加上KC0 要等于0 这是第一项 X等于1的呢 在后面 3呢 乘上3减1 乘上C3 减掉 2乘1 再加上 K 干脆这样 我把它颠倒一下 因为这两个都有C1 C1把它提出来 是不是K减掉2乘1 我先不把它盛开来 等于0 再来下一个 下一个呢 这边有三个C2 1 2 3 然后前面是C4 对不对 4乘上4减1的C4 再加上一大串的东西 那是什么东西 我们正的有K 减掉 2乘上2减1 减掉 2乘2 的C2 要等于0 所以我上面那个 要写右边一点 3乘上3乘上3减1 C3 再加上 K减掉 2乘1的C1 要等于0 所以下面这个呢 你就可以写着 5乘上5减1 像C5 好 一大堆C3了 再加上 K减掉 3乘上3减1 减掉 2乘3 C3 等于0 这些通通都要等于0 假设眼尖的人一看 你发觉 我分成两边 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左边 都跟C的什么 偶次项有关系 你一旦知道0 C0 是不是就可以知道C2 知道C2 就可以知道C4 紧接着下来 下面一看一定是 知道C4 就可以知道C6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知道C0是什么 其他说的西数 通通都可以知道 偶次项的通通都知道 对不对 那右边呢 你一定要知道C1 就可以知道C3 知道C3 就可以知道C5 也就是说 我只要知道C1 所有基数项的 这些常数呢 通通都可以知道 假设你已经迷路了 我把这个呢 位置数呢 用蓝色的 把它叠上去 你可能就比较知道 我在干嘛 记不记得 这些常数项 就是我们要去求的 所以现在一来 到了这个地方 他马上就告诉我们 我们的位置数 本来不是 我们要求的是这个解答 但是我们不知道 它是什么 所以假设它是个 sumvention 就变成说 哇 位置数变成无穷多个 现在呢 它又更进一步告诉我们 位置数只剩下两个 C0 and C1 就好 对不对 所以说 世上也没有那么糟糕 哦 原来只要知道 多知道一个就好了 OK 那这样一路下来就可以了 所以呢 你要是整理一下 它的关系是呢 你就可以啊 得到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式子 我们把这些啊 写成A 然后写成C C的S加2 OK 假设有个 整数是S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东西 OK 这个告诉我们 你只要知道第一个 你就知道第二个是什么 当一次循环下去 两个当中差2 你要是0的话 这个就2 这是2的话 这个就4 就这边这系列 右边这个系列呢 S1开始是1 你得到知道 知道就3 知道3 就知道5 所有的系数都可以得出来 这个式子呢 我们称之为什么样 循环公式 或者是称之为formula relation或formula 都可以 OK 这个就是 一个很重要的 好 一旦有了这个之后 其实就告诉我们说 反正 C0 C1 它是什么 我们为师素食 剩下这两个嘛 对不对 只要最后面加起来 收敛 就好了 那这样一来 我能不能 很简单的假设 反正这两个是独立的嘛 我能不能假设 有一个答案呢 是C0不等于0 C1等于0 那是不是这一条 就整个都被杀掉 就像右边这边 我这样子的假设 还是一样让这些 通通加起来等于0 还是吻合我们的结 对不对 所以我第一个假设 C0 不等于0 但是我让C1 等于0 我干脆不要这样拉远 我就把它写在这边 我可不可以这样 可以啊 那第二种状况相反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了 第二种状况 我可不可以让 C0等于0 C1 不等于0 这样就好 这样我是跑出两个答案出来 这两个答案是不是independent 当然independent 你是你 我是我 你遵照你的规则 我遵照我的规则 我遵照我的规则 那这样是不是就把它解决掉 对不对 那假设是这样子 我们的解呢 基本上 是不是就可以写成这样 A0多少 我把它提出来 里面是Y1 第二个 A1把它提出来 Y2 假设我把A0提出来 有A0呢 本来可能等于某个什么数字 它不等于0而已 我把它提出来 就相当于在这里面 我让C0等于0 抱歉 对对对 这个叫做C0 OK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 不会出错 反正只要带进去 可以解就对了 反正它只有一个解 OK 就好像说 要是你到了某个 某个世界去 那个世界的上帝 跟你们说 只要你闭着眼睛去抓 抓到那个男的 就是你先生 以后会幸福一辈子 就对了 OK 那你就 你还需要 睁开眼睛看吗 闭着眼睛去 跟他随便抓就对了 对不对 好危险啊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基本上我们的解就是这样子 我这样子假设 不是对我更方便吗 你看我们当初来 来try这些东西 tryXM之方 我怎么知道我要try什么 try可以求得出解 好解好算 那个是最好 反正它只有一个解嘛 你怕什么 跳到大路通螺嘛 闭着眼睛走 就到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假设是这样子 那你y是不是就可以写成这样 整理一下 OK 你就把上面的 全部都把它展开来 一个一个带进去 对不对 好疯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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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但是在这里面 我们已经有说过 你不管你怎么写 你的解最后面一定要收敛 你不收敛就没有意义了 这一解完之后 他告诉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 这个解一定要在 正负意义中间 这是给你的限制 所以这下子你就不是 你爱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了 他只能够在这个范围之内 你没有选择余地 这样看起来好像解就解完了 但是解完代表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你这个解完你很有感觉吗 有人看到这个equation 这么长好有感觉 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 那你很适合去练数学系 不要来练物理系 那我们继续讲下来 那假如说我们可以这样子 似乎我们的答案就已经求解出来了 对不对 只要每一个系数都遵守 我这个循环公式就好了 那事实上呢 我们很想做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这边呢 能不能假设啊 第一个就是1呢 我知道它不等于0 能不能假设它就是1呢 那反正你要是1的话就是1嘛 前面这个就是一般的系数而已嘛 对不对 这样就好了 那可不可以这个样子 可以 假设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你就要知道你的最大的 你其余的这些数字啊 应当分别是什么东西 所以呢 我要将几个东西啊 插一插 我将Legender的抄在这边 然后待会呢 我们将我们几个重要的 这个式子啊 列在这边 那各位就可以有所参照 我们将Legender写在这边 这第一个式子 第二个式子 我们假设Y of X 可以写成 这是第二个式子 最后我们就推导出一个 循环公式出来 CS加2 会等于CS 前面是什么 我看我这边比较近 负的 N减掉S N加S加1 除以 S加2 乘上S加1 其中 S等于0 1 2 一路下去 OK 这个是我们前面的结论 我们先把它弄在这边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很大胆的 我们看看怎么样把它整理一下 我们可不可以啊 Let C0呢 等于1 那么 假设你这样假设的话 其他的每一个数值呢 都可以写成这样子 就下去整理了 OK 类似这个样子 那么 再来呢 我们就一步一步下去了 我们要下去什么呢 最后面 我们的 就可以写出一个 这些整个加起来的 不管你左边这一串 还是右边那一串 整个都可以写成一个形式 有够幸运的 这个形式呢 我们给它定义叫做PNX OK 也就是不管是左边的这个 这一大串 也就是Y1 或者是Y2 你通通都可以写成PN OK 反正一个奇数一个偶数 它可以写成什么东西呢 我这个好像写得有点问题 PN会等于什么东西 来 借看借看借看 我这个好像操错了 有了 我先操你们的课本 好不好 比较快 因为我这边好像写 操错 我一看我就觉得怪怪的 负1的M次方 2N减掉2M的阶层 除以2的N次方 M的阶层 乘上N减掉M的阶层 乘上N减掉2M的阶层 乘上X的N减掉2M OK 这边是大M OK 事实上这里面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我只是不想要一开始 就讲太复杂 我先要给大家有个感觉 是第一个 当我们这样处理完的时候 事实上 当我们回想这个Summension的时候 我们发觉这个Summension 有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它要加加加加到无穷到 我们怎么知道 它的范围一定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总是很希望 能够把它在某一项之后 就把它截止下来 后面通通不见 假设可以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从这项 回推每一项的系数 应该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反正它要遵守这个什么 这个循环公式 OK 我们要做了 只是这个样子 好 那假设当我们这样 一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了 我们的这个P 就可以写成这样 也就是说 我们本来是说 我们的Y呢 根据我们那边呢 我们会有 Y of X呢 会有什么 C0Y1X 再加上C1Y2X 这个是偶次项的 这个系列 这个是基数项的 这个系列 那这两个加起来 就变成我的 general solution 但事实上呢 反正这两个 都可以写成同一个公式 我是不是可以 很简单的写成 某个常数 乘上PNX 就好了 对不对 但是它有很多个啊 所以到时候呢 我们要加个 summation 这个到时候再讲 好吧 不不不 我们就把它 我看看 这边要不要这样写 好 这个我们待会拿个例子来看 这个先不写 我们待会先拿个例子来看 好 假设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不是偶次项 跟基数项吗 我们把它分开来 偶次项 P 你不是有N吗 对不对 N就是跟前面系数有关系 P0 那你不是有基数吗 P1 对不对 P0等于什么 等于1 P1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X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着 我需要有个地方来画 我需要有个地方来画 我画在这边 我将基数偶数写在 这个黑板 P0 等于1 P1 等于X 所以这代表一件事情 假设这是横坐标 X 根据我前面来讲的 它在X呢 有个限制 一定要正负之 1之内 1 2 3 4 1 2 3 4 所以它一定要被这两条曲线 可以限制住 好 P1 P0 X等于1 我们把1设定在 这个地方 1 那么 P0X 它等于1嘛 是不是一条线 P0X P1X 是个X P1X OK 所以到这边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再来 P2X 2分之1 3X平方减1 它可以写成这样 P3X P3X 2分之1 5X平方 减掉 3X 所以你可以看到 偶函数这边 就只有偶次项 G函数那边 就只有G次项 完全维持 我们当初所发现的 可以分成 偶次项 跟G次项的这个 规律 那么这个呢 X等于0的地方 会等于 负的2分之1 对不对 所以假设按照这样子来画的话呢 12345 在这边 所以这条线画得不够漂亮 画下来一点 在这边 OK 那我们现在呢 它只有到2分之1 所以基本上 然后呢 X等于0的时候 它是2分之1 X等于1的时候呢 1减1 等于0 对不对 是不是等于0 不对 对1的话 3减1变2 2除以2 是1嘛 对不对 所以负1的时候 也是一样 所以它都是1 所以呢 它相当于是 一个抛物面 哦 画得比较丑 OK 大家先忍耐一点 OK 它大概是这样子 P0 好 你有了这个P0呢 所以 这个是P0 这个是P2 P3是什么 X等于0的时候呢 通通都是0 X等于1的时候呢 5减3 是比如说正1 5减3是2 2除以2是正1 所以这边是正1 X等于负1的时候 这边变成负的 负负得正 变成3 5加3变成8 8除以1变成4 对不对 4还是负1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负1 才对 负1啦 诶 它结果应该是变成什么 诶 你们课本帮我查一下 这个是什么 2分之1还是多少 是2分之1 这四子都没有 没有错吧 没有错 OK 所以它是很负的嘛 啊 这边是三次方 前面 对 这个三次方 这个三次方 哦 这样才对嘛 鸡次相嘛 那平方是偶次相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当你负1的时候 它们那边也是负2 对不对 负5 加3 还是负2 变成负1啊 所以它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基本上 它画起来 有点类似这样 OK 画得很丑 你们只好忍耐一下 P3 所以这样你就可以一直画下来了 P2 P4 P3 P5 这样一度下来 就得到了这个四子 这个四子是什么东西 目前看不出来有什么 感觉 对不对 因为呢 Sign Cosign呢 是最容易有感觉的 这个Legender的Polynomial的时候 我们没有什么感觉 所以这个 我就会说 OK 它的解呢 会是个Legender Polynomial 它就是个多项式 P N X 可以写成 Summation M等于0到大M OK 你不要以为N减1除以2 就是有0.5了 没有 代表这个N是O四项的N 代表这个N呢 这边一定要是什么 G四项的N G四项减掉E 又变O数 OK 所以要记住 有这个差别 我把这个写下来 OK 我们就要这样子写 一定要是整数就对 OK 写到这边呢 可能对这个式子 还不是很了解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现在呢 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这些式子本身的含义 怎么样的运用的方式 而且呢 这个式子的本身 跟SynCosine一样 有个很特殊的地方 SynCosine呢 互为证交 什么叫证交 我们待会儿 我们来看看 什么叫证交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来看看一下 我们怎么利用这个式子 来得到一些 不同的 的感觉 它的做法 尤其呢 它的表示式呢 也会有不同的表示式 我目前看起来 不同的表示式当中 我们比较少用 我们先看看一件事情 然后呢 我们要利用这个呢 来得到很多 其他的公式 好 所以我现在将 右边这个呢 稍微把它 吐掉 就好像SynCosine一样 你要说Syn是什么 Cosine是什么 没感觉 但是当你知道 很多它的关系式之后 知道它的运作方法的时候 你好像呢 就开始对它 它有点熟悉的 对不对 那熟悉的就好办啊 虽然说SynCosine 还搞不清楚是干嘛的 但是它在不同的地方 就会发挥不同的作用 好 我们来看几个 简单的含义 好 我们来看一个问题 假设这边呢 有个电荷 Q 那Q呢 假设坐落在 原点 那么 抱歉 应该是这样子讲 这个是原点 然后我的Q呢 可能坐落在这个地方 Q 那这个位置呢 我们要这样子吗 算了算了 我把它弄成 一般的空间 好吧 这边呢 有个坐标的零点 然后我这边有个Q 它的位置呢 好 画上来 OK 我们一般说 你是source 也就是电荷所在地呢 我们给它一个坐标 叫做R 你们电 那个什么 那个电磁学里面 是这样 Rplung 对不对 Rplung 我们这边要不要用 Plung还是R1 R2 Plung好了 OK 那待会儿 待会儿注意 黑板上任何个白点 我写在旁边 并不代表它有Plung 所以要搞清楚一下 哪一个是真的Plung Plung我会画用力一点 好不好 那这一点是我们的 感兴趣的点 我们呢 感兴趣的点 叫做R 所以呢 这两个当中的距离 比如说这个是R 这是Rplung 那这两段的距离是什么 R减掉Rplung 对不对 你就会得到Z 那我们很简单的一件事 你说假设有个电位 你就知道4π 1 0分之1的 Q除以什么东西 除以 R减掉Rplung 对不对 因为你对它作用嘛 对这个观测点作用 好 R成长Rplung是什么东西 假如说你知道 这当中的夹角 叫做Theta 那是不是看我鱼旋定理 没错 因为这个只是大小而已 所以呢 它因为是R的平方 再加上Rplung的平方 减掉两倍的R 乘上Rplung的CosTheta 开根号 就2分之1次方 这个就变成它 现在呢 我们眼光呢 要注重在这个的导数上面 因为常常我们麻烦的 就是怎么处理这个 那么这个就会写成为 R平方 R平方 再加上Rplung平方 加上两倍的R 乘上Rplung的CosTheta 2分之1次方 分之1 OK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式子要这样写的时候呢 我们要先来做一点功课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将R提出来 R一提出来 这边是R 提出来一个R平方 拿出根号外面 就剩下一个R 对不对 那里面呢 会变成什么东西 里面呢 就变成为 1再加上R分之Rplung的平方 减掉两倍的Rplung 除以R的CosTheta 的2分之1次方 分之1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假如说呢 我们将其中的CosTheta 因为这个是固定角 我把它叫做一个常数 叫做A好了 R乘上Rplung呢 这把它叫做一个 Reduce的一个坐标值 叫做T 那么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的这个 这一大串 R我不管 我只管到后面 1加上T平方 减掉2TA的2分之1次方 这个 我就可以写成这个样 我先把这个R呢 先把它提出来 先不理它 我是管这个部分 我是管这个部分 那么我这样子写的时候呢 我会把R提在下面 有个很重要的因素 OK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下 很重要的因素 这里面有R分之Rplung 我希望我提出来的R是说 R是比较大的 Rplung比较小的 因为这两个有大有小嘛 你怎么知道谁大谁小 对不对 我们比较大的 那个方案下面 那么这样子的 这里面这个数值 就是小于1 小于1呢 也就是T会小于1 T会小于1 我就可以对它展开来 OK 很容易展开来 它不发散 OK 不然你管它三确 先做太多展开式也可以 那么你一展开来之后呢 它就会写成这样子的形式 就这样一直下去 你就对它做太多展开来就对了 对谁 对零点展开来 OK 抱歉 这个不是R 这个是T 所以当T等于零的时候 1分之1就是1嘛 对不对 好 我们就这样展开来 假设你忘掉太多展开式 我把它写在这边 F of X 对着某一点展开来 就把那一点的数值带进去 加上 先对它微分 微完分之后了 再把这个数值带进来 除以1的阶层 乘上X 减掉X0 再加上两次方微分 微分完之后 把你感兴趣的这个点带进来 再除以2的阶层 再乘上X 减掉X0的平方 一度下 你一换 它就变成它 OK 回家做做看 非常容易 做完之后呢 稍微重整一下 我们把 按照T呢 的大小排列 T的0次方 T的1次方 T的2次方 T的3次方 T的4次方 排列完 你会得到1 再加上 T 再加上 T的平方 再加上 T的3次方 再加上 T的4次方 再加上 这样一直下去 OK 第一个会是什么 乘上A 就是这个A 第二个会是什么 2分之1 3A平方 减1 第三个呢 2分之1的 5A 3次方 减掉3A 再来呢 8分之1 35A4次方 根本就不需要 写到那么多 减到30A3次方 再加上3 这样一路下去 你可以跑出这么多 你要仔细看的话 跟我们这边 来做个比较 P0 是1 OK P0 是1 P1 是X P1 是X 我们这边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什么样一个东西 某一个极数 它这边很多东西相加 你一定某一种SUM 对不对 然后后面呢 因为有T的N次方 我们就看看 第一项 N等于0的时候呢 T的0次方 就等于1嘛 那前面系数 一定要是1 有没有可能 这个系数就是它 1 第二个 T等于1 N等于1的时候 T的1次方 就是它 前面系数是A T PX1的时候 要等于X 所以我写错了 我看看 怎么会有这么多差别 来 各位 你们课本有没有 你们课本好像没有这一段 你们课本没有这一段 这一段是作业 我等你帮你 另外一本课本就有讲了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会不会前面是 对嘛 假设X就是A 我们说A 是cosin V 对不对 假设X就是A 那么X就是A 没有错啊 那 这就P1 所以这个好像P1一样 那这一段是什么 2分之1的3A平方减1 2分之1的3 X平方减1 就是P2嘛 所以这个好像P2 那这个呢 像不像P3 2分之1的5X三之方 减掉3A 3X 没错 一路下去 所以是不是相当我这边PN 里面变化是什么 A 这样子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样就代表一件事情 我能够有一个很重要的赤字 我把它 上面这个赤字重写 它是不是可以写成 1加上T平方 把它颠倒一下 好不好 我们希望把有次方的跟没次方的稍微整理一下 1减掉2TA 再加上T平方 的负2分之1次方 就可以展开来 变成这个式子 也就是说我们Legendary Polynomial呢 我们除了把这个式子直接做太大展开式之外 里面可以分开 原来是这么漂亮 它可以是这个TN前面的系数 OK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式子 好像可以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们可以啊 把它记起来 只不过这里面的T呢 有一个要求 T呢 要小于1 我们刚刚说过了 R一定要大于R帕 我们这个时候展开来 才不会有问题 好 但是你不要忘了 我们当初的这个 不是前面有个R分之1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呢 常常我们会在这边写成这样 请大家记住 它会写成个很漂亮的式子 后面这个地方可以写成它 所以这没有问题 后面照抄 Summation N等于0到无穷大 这边是T T是什么 R帕拉除以R 我们要求是R帕拉 要比R来得小 但是假设现在状况不一样呢 明明就是 R比R帕拉小 那时候怎么办 那只是颠倒而已啊 结果都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所以我们这边会写的一个呢 这个T呢 R分之R帕拉 我不会这样写 我们会把它写成什么 R大于 R小于 就这两个 到底谁大谁小 大的放下面 小的放上面 OK 之后 这不是T的N次方吗 所以这边要N次方 再乘上P N 这什么东西 现在是 Cosin F OK 我可以写成这样子 然后呢 前面不是还有一个R分之一吗 当初把R踢出来 是假设R要大于R帕拉 所以在这个地方 谁大 谁就踢出来 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很漂亮的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是干嘛 同样的 我们常常希望把一些东西展开来 问题是你要展开什么东西 我们讲到负变的时候 你可以展开Sin Cosin 对不对 讲到量子Bone Approximation 可能是讲到散射的时候 我们喜欢把它展开成 李建德的方程式 因为各有各的优点 哪一个好算 我们就展开成哪一个 所以呢 他告诉我们 在这个时候 他可以这个样子 那其中有几个式子 我要把它框起来 好 那这个式子呢 写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式子呢 写在这个地方 我把这个式子啊 稍稍微啊 把它改写一下 抽在这边好了 我把几个重要的观点 写下来 这个结论照话 我们先弄 0点 Q Rplung 观测点 R 这当中这个具体 R减掉Rplung OK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 R减掉Rplung 的绝对值分之一 写成这个样子 写成 第一个 R大于分之一 Summation N等于零到无穷大 R小于 除以R大于的 N次方 乘上PN的 cos theta 这是 theta 其中下面框起来 那个式子呢 我可以写成这样 E减掉两倍的 T乘上A 假设我把A呢 叫做X 再加上T平方 这个的 负二分之一 我现在呢 可以把它写成为 Summation N等于零到无穷大的 T的N次方 PN X OK 我可以这样子写 这些只是个 数学很等式而已 你展开来的形式啊 什么的 我们将这些啊 记住 当我这样子写的时候 这边有个要求 T呢 的绝对值 要小于E 我把这个式子呢 叫做 这个叫第一个式子 这叫第二个式子 圈圈 好不好 好 我们现在开始呢 有些重要的式子 我们现在手上都已经有了 那我看看 这个也有了 等一下 好 我们把这个叫做第三个式子 现在呢 我们要一步一步来 做一些事情 我们将第二个式子呢 对时间评为分 对T评为分 T是什么 假设在电子体学里面 你的T可能是R分之R Plan 可能R Plan是固定的 因为你电科的位置固定的 那外面观测点再变 或者是观测点固定的 你的Q呢 可能是一个体分布 你要对它切成N个小颗的 所以每一颗的R有所变化 Maybe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看状况的 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各位看看 我们将第二个式子 第二个式子在这边 对它一微分会变成什么 相当于先对这个微分 圈入先对这个微分 所以负了二分之一的微分变成 负了二分之三 所以负了二分之三 我先把它写 写在分母 1减掉2TX 再加上T 的二分之三次方 对不对 然后再对它微分 对它微分会得到什么 负2X 加上2T 对不对 负2X 加上2T 负2X 再加上2T 大家都有2 我把2先提出来 或者是T 负2T T出来 负了T出来 这边就变成X 减掉T 我可以写成这样 右边会等于什么 对这个微分 是不是跑这个2出来 对不对 2出来 我看看 对 2 3 Mention N P N X T的 N减E 次方 我来看看 为什么会差一个负号 嗯 应该没有 没有错嘛 对不对 负2X 再加上2T 变成负的 X减掉 负2X减掉T 我也不知道 好来我们先算算看 2跟2消掉 OK 我们就可以 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四子 我看看一下 然后我们要怎么办 紧接着 交换相乘嘛 交换相乘 我先留下一个 二分之一在这边 然后另外一个 完整乘过去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个 1减掉2T X 再加上T平方 一次方 乘上 Summation N的 P N X TN 减一 那这个地方 就会留下一个 二分之一 次方的导数 二分之一 次方导数 不就是它吗 所以就相当于 上面这个数字 X减掉T 乘上 Summation N PNX T的N次方 对不对 我这个四子 就可以写成它 也就是 二分 二分之三嘛 分出二分之一 跟二分之二 二分之二已经乘过来了 二分之一丢到这边就变成它 OK 好 我们现在呢 整个把它展开来 看看会变成什么东西 好 这边是负的 我把它搬过去 所以我整个整理完之后 是不是会有 第一项 一 乘上 就是它自己嘛 对不对 好 第二项搬进去 第二项 要跟它相乘的时候 这边会有个T T一乘进去 就变T的N次方 这边有个T T也有同样的做法 对不对 T一乘进来 也会变成T的N次方 负负的正 所以T过去变负的 所以说这边有一个T 就变负2X 先把这个做完好了 负2X sumensionN PNT的N次方 OK 这个没有问题 等一下 我刚刚在干嘛 我在微分嘛 N N怎么不见啊 所以这个应该 那个不是2 那个是N啊 是不是 这应该是N啊 这样才对嘛 是不是 对我把那个N机场 看成2 哦对 然后那个还有2分之1 负2分之1 乘在前面 所以两个消掉 所以应该是跟他消掉 对不对 OK 那这样这个就对了 所以我这边根本就成错了嘛 N N在这里面 N在这里面 N 重写 OK 现在没有我错了 对不对 好 一切一切重来 没关系 我们计算错 我们就再来一次就对了 OK 反正你就慢慢的整理 好 第一项 E乘进来 就summationN N PN T N减1次方 第二个 负2X 负 2X T乘进来 summationN N PN T N次方 因为N减1跟T的一次方弄掉了 再来加第二个 summation N PN的T N加一次方 对不对 好 这边还有两个 这个把它移过去 是不是要减掉 干脆 我把土给擦掉 土要不要擦 先把它擦掉 那我们可以一路一路下来 负的 X 这边summN 所以X放在外面 放在里面都一样 OK 我把它放在里面 好不好 再加上T 放进来 N加上一次方 等一点 是不是 好 我们现在要一个一个来弄了 为了简化起见 我将 这个 我把它叫做M 反正只是个 系数的变更 没有问题 这个 我把它叫做S 这也没有问题 这个 也叫做S 这个位置N 然后呢 我们将它做个 变数变幻 假设M 等于N加1 S 等于N减1 那么 这个时候 我们上面这整个式子 就可以得到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呢 就好像SYCOSY的公式一样 但这个式子 马上就让我们体验到 一件事情 很好玩 我这个东西 自己本身 这个Polino 我前面乘三个X 那前面因为只是常数 它马上就可以分裂成两个 一个是N加一次 一个N减一次 的结果 OK 它就有这样子的效应 你说这个是干嘛 当然目前只是个游戏规则 对不对 目前大家搞不太清楚 这到底是什么 但是很快你就要碰到这个式子 什么时候会碰到 在量子力学里面会碰到 量子力学里面 我们常常牵涉到一个东西 就是越迁的问题 能量越迁的问题 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呢 你们学那个 物理的时候 光谱的时候 它不是告诉你 光谱有一个 有个公式吗 N什么 A平方分之一减到B平方分之一的一个 一个从A能阶跳到B能阶的这个公式 现在问题是 你怎么知道它怎么跳 常常牵涉到一些很重要的交互作用 那在量子力学里面 或静态物理里面 你们比较难接受的是说 物质现在已经不用物质来看了 它用一个坡来看待它 它就连什么叫做坡都搞不清楚 吵了好久之后呢 才发觉坡的平方 代表这个物质啊 存在空间的几率 你说这什么什么吗 你看我存在这边 你还要说我存在这边的几率多啊 难道旁边还有个周熊吗 对不对 存在几率是百分之一 我只是看不到它 所以你有可能被它打了一巴掌 但是我手没动 是这个意思吗 哇那不是鸡飞狗跳吗 对不对 但是呢 对于电子而言 当它这么小的时候呢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指点 好像有 但又好像不尽然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模拟两可 不晓得应该怎么办 从1900年开始就辩论到现在 那最后面呢 在1920年的时候 终于提出一个看法 就是当你把电子当作一个几率坡的时候 你可以描述它的行为 那自己说几率坡对不对 那另外一件事情 OK 你可以描述它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为了描述它 这个坡怎么描述呢 最后发觉 这个坡的写法也很复杂 对不对 但最后面 当一个电子 处在于一个空间里面 跟这个空间里面 比如电场有作用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跟磁场有作用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比如说呢 电子很快大家就发现了 当你一个电子树打过去 假设这边给它一个磁场 这个电子树一过去 立刻就分裂成两道 那为什么会分裂成两道 对电子 没有 它只是在空中动而已 那我只是在某个地方 加一个磁场 这一加的时候呢 它穿过这个空间 记住我没有任何侠缝 只是一个空间 经过这个磁场之后 它就分成两道 一道在上面 一道在下面 为什么 假设我加个电场给它呢 它会不会也分成两道呢 发生什么事情 OK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 就好像说某个东西 假设我这个主意描述一个 一个基力波的某一种形式 那么 我前面乘上一个什么东西 它就会有一些行为 OK 最后面呢 你的这个state 状态呢 相当于可以分出两个状态出来 很好玩 OK 然后再跟那些下去 交互作用什么的等等的 才会得到要迁的机率 你要从哪一个状态 要迁到另外一个状态 不是你要跳就可以了 它有一定的规则在 OK 等等的 那个时候就需要用到这些公式 所以那指示信放在这边 让大家知道 OK 那这个是对t微分 那我可不可以对x微分 就像我一样的 那我再说